你知道這隻嗎? 食指和中指 即是這個嗎? 喂 你幾歲 還沒人吃 知道是哪隻 我知道 阿菲阿 冬天行山去露營的季節又來了 可否介紹一款可以行山又可以打遊戲的手套給我 剛剛好 Magpoo 有新東西翻了 來看看桌面 嘩 好熟口面 這個不是我們之前說過的 Magpoo 手套 是呀 這個是 Magpoo 的手套 但不是之前所介紹過的Teleco 和 Patrol 的手套 這個一定是第二代 沒錯 Magpoo 見到上一代這麼有受歡迎 所以今年出了Teleco 2.0 和 Patrol 2.0 進一步改善上一款手套有什麼特別 想知道改善了什麼 你就要繼續看下去 不過看下去之前 記得CRS 我們的頻道順便按旁邊的小鈴鐺 之後有什麼影片就會立刻第一時間看得到 先介紹我是PTS的特約報道員 Samantha 她就是今天很可愛的阿肥 第一款介紹Teleco 2.0的手套 這款手套除了打遊戲之外 例如行山 做維修 或是踩單車都適合用 Teleco 這對手套主要用的物料是比較薄 很深 和有彈性 另外有一些是用了快光的物料 如果你的手 像我這麼多手套的話 那就絕對適合你了 我們可以看看手背這裡是用一些很有彈性的物料 還有我看到這裡有一個細小的Logo 低調得來又有看頭 還有手指和手指之間用了一些比較延伸性的布料 所以我們戴上去動動的時候 靈活性就會更加高了 在掌心的位置都在用防鏡皮製造 在武指 食指 和中指 手指頭的位置 都在用防鏡皮的物料製造 所以令到你在配戴上舒適度或觸感的方面 就會大大提高 加厚的位置 令到你在用手提電話的時候 你都更加容易操作到 其實你剛剛也說到 武指這個位置都是用防鏡皮的物料製造 其實它是一個很貼心的位置 因為我們平時用的時候 有時候流鼻水 臉有痕 乾 或者濕了 其實都會擦一擦臉 讓大家看看 可能我把手指放進去 擦一擦臉 其實都會很舒服 說到這裡 阿肥你講一下 你平時何時會用到這些手套 其實我用的話 我大多數都是做東西 例如我做窗的時候 或者去行山的時候 我都會去才會用到 因為始終這個手套會比較薄身一點 例如我做東西的話 我扭螺絲 或者握每一輪螺絲的時候 都會更加容易握 如果有些比較厚身一點的話 就會有一點不方便 說完這個Tenical 2.0 我們就講一下Tetro 2.0 其實它將魔術貼頭轉了橡筋頭之後 令到我們配戴上是更加方便和容易 如果我們之前那個是魔術貼 其實那個魔術貼的位置 很容易撕一下 撕一下 撕一下 有時候我們打WARGAME的時候 可能手會接觸不同的東西 可能貼到一些東西 一扯開 魔術貼掉了 手套就很容易掉 對於玩遊戲 我覺得是完全沒有那麼方便 其實物料和選材上 比起上一代都有不同 這次它選擇的物料更加輕身和耐用 用一些比較軟身的皮 去做一個手掌和手指的位置 令到靈活度更加高 這次它用了一些比較軟身的皮 我們就可以直接按下去電話的屏幕 它的剪裁和Tenical都有少少不同 你可以看到它整塊皮 是會包過指甲的位置 作用就是令到我們可以更加貼近 這個指甲的位置 握東西的時候 都會握一些比較零碎的物件 都會比較方便 比較靈活 我們可以看看手背這裡 其實它在這裡有一塊較厚的剪 這個較厚的剪有甚麼作用呢 就是我們打遊戲的時候 很多時候有碰撞 它加厚了 令到這些關節位置 沒有那麼容易 即使有碰撞 就算有碰撞 也不會那麼容易撞傷 我們可以再望上一點 看看這些關節位置 其實它都有做一些一格格的位置 可以增加關節的靈活度 另外可以看這裡 虎口位置亦做了一個加厚 因為我們平時打遊戲會握槍 會不斷射很多發子彈 每一次的後座力 就會令到手真的很累 這個就可以做一個緩衝 舒緩的作用 想不到阿莎 現在由一個無知的少女 變成一個專家 我是無知少女 我真的沒有你那麼好戲 不過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不如告訴我 你究竟會選擇 PATROL還是TENICAL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記得 LIKE SHARE COMMENT 我們下一條影片見 BYE BYE BYE